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今天来做这个Vuva Zaza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这个材料 芋头 番薯 这个是红的 这个黄肉的 这个是Purple Color的 几个颜色比较美 好像你去Vuva Zaza买的时候 你不用买那些整包的 你去那个有散的 看你喜欢买一条买两条都可以 有着咸 香兰叶 要椰糖 这个西瓜米 生奶 椰浆 这个薯粉 薯粉是要来拆这个 等一下我拆给你们看 现在我来切这个东西去蒸 你们注意看 蒸给你们看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 要放下面 向蓝叶 向蓝叶 要放下面 这个芋头来的 这个芋头来的 你看 你看我怎样切 这小粒比较美 水起来比较美 来 这个芋头来是 这个芋头来的 要按摩 来 这个芋头来的 还要够 这个芋头, 那边 2分钟 我切片 切片薄薄 差不多去炊 所以我要用粉给人家看 这个我等下 等下 我还差不多吃 我留几片 就是炊下去蒸 我等下要弄糕给你们看 我要蒸的时候 我要放点白糖 这个番薯本来很甜的 要放一点点 它不会你炊的时候 它跑到那个甜味去 来 你看 我现在蒸给你们看 像人叶要放上面 像人叶要放上面 比较会香 我炊了 给你们看 我炊好了就是这样 我已经有炊一盘了 那要盛多久 这样才1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就需要炊呢 然后又要炊一盘 它们要炊一盘 全面 好,给它这样,你去闷一下 好,来,我放了一粒 一粒应该是够了,因为怎样 椰浆也甜,不要煮太甜 那个番薯果蒸的时候也是有放白糖 有放一点糖,等一下不够再放 给它去滚,不过它等一下不会溶 糖来,这个是好的糖 那要放冰糖的时候,蜂蜜糖那些也是可以的吗 片糖也是可以,好像你不要放这样多椰糖 你要放这个片糖也是可以 因为那边等一下已经有下椰浆,牛奶 味道已经很够了 那我给你吃到这个沙粿怎样剩,来 我放一汤匙,给你们看 多一点点 这样水滚下去,它不会连在那个底 一定要水滚的,这些东西不能够洗的,因为它是混测的 你拿去洗,拿去蒸水,都溶了了 东西不会完成 一定要稍稍稍的水去蒸,我等它滚了,我就盖火了 盖火就去放在那边给它去冷,等一下冷了 好像一两个钟头两三个钟都不用紧,你要用的时候 你去拿来倒下来,它会碰到很多一下 这个是我做给你们看,我用一汤匙啦 我这些用的,我是两汤匙下去的 滚了,冷了,变成这样 可以了,我盖住 我盖住,我放住 放住这里 我现在给你看这个粿 首先我就是这样做 因为做这个,要有时间一直来搓它,搓酒一点 它比较美 我现在就是做这个给你们看 做一点给你们看,给你们知道怎样做 这个芋头已经绵了 因为我这个芋头刚切到那个头,头很硬 一几片是头来,我刚才忘记要放中间的 那边一点水也差不多可以 首先这个粉是用这个汤匙,我是凉一汤匙啦 这个啦 这个是一汤匙啦 这个汤匙啦 这个汤匙啦 一烧,所以我要用这个汤匙,打什么一下 芋头做的就是这样的颜色咯 番薯做的等一下就黄色咯 你这样按摇,它的芋头就很粉摇变成粉 来 好像你家里自己做咯 你可以看,有几个颜色的粉 全部这样,好像我这样弄啦 你们所看的就是这样啦 我这个弄了,我再弄那个番薯的给你们看 按久一点就比较美一点咯 你头先看那很干啦 现在按按了,你看很软咯 等一下,好像你可以做成这样 你要的时候,你再按按按按了 你就来这样搓咯 搓了一条,再来切 我现在按了,我做给你们看先 好,来 要烧水的 要烧水的 那就是刚才煮的就是这样的 要水 它这个不可以放冷水 不可以放那个深水 因为它除了,它那个水要烧 那个粉下去才会美,你看 一汤匙就好了 一汤匙 不够才再下 这个好像,你所看的 你在家里做 你可以早一点 不用,我现在是做视频这样 要煮了,是做给你们看 时间就好像 比较什么那急 你好像你早早,你可以做的 你早早,你好像 你早上,你早上 吃一点番薯 可以做再 切了 放个荷子 放冷冻也可以 拿一点收集下去 不够水 它这种东西 你要慢慢放的 你不可以一下子放太多水 太多水变成 你要一直加粉 加到来很多 这个应该有人 走 有人会放瓶子 现在我们不要 什么都不要 就是这样 纯的东西 放什么 平沙 平沙 平沙它吃起来会脆脆 不要啦 这样是 吃比较健康,比较好 这个好像不够水 再加一点水 敲到它就会比较水 这个要怎样知道 够水还是不够水 它不够水 它会一直要开起来 你再加一点点 它连 它这样连起来 你看 所以也不可以一下子加太多 嗯 我这个好了,我切那个 我就来煮熟给你们看 我这两个是做给你们看的啦 这样我就 我本身的那些是够用了 嗯 嗯 嗯 就这样啦 我做一条 切给你们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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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个一头的 哈 我切个一头的 上面那边 都给你们看 嗯 嗯 那边没有一头的 嗯 让我煮在这里 我等一下我来切哈 嗯 像这种角度早一天做好的话 可以切好才 啊,放冷冻 嗯 可以 可以切大块一点 放冷冻 你要加一点粉 放在一个盒子 放冷冻 冷冻拿出来要煮的时候 硬硬可以好像水滚了 丢下去给它晒一下 晒一下了才得过冷水 可以的 就我们说啦 要吃新鲜的那样啦 啊,家庭哈 啊 这样都就是可以啦 嗯 嗯 现在来放这个番薯哈 这个碗啊,掉哈 放芋头哈 好 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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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芋头给它滚一下 我这个膏 我跟它水滚了 我放去 煞一下 等一下我才放下去 沉下去 这样是汤 如果这家的汤会比较美 你要再这样放进去也是可以 变成等一下那个汤 很激 它会跑出很多连连的 我切多一点 它水滚 它不会 水滚了 我现在下这个下去了 翻手 这个拌篮油我可以拿起来 就不会准备饭 因为它已经够味了 还是多了 就不要放这样多了 这些东西 就要拌均匀 这些东西 就要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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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柜这样烫水了 是 可以另外收一边先拌均匀 这才可以再用呢 但是你要收就不要煮 不要煮怎样盖住粉 这个我可以等一下 再来弄 这些东西我放好来 我收拾一下 因为我有的是时间 这样没了 这样没了 你看我 我怎样做 来 要过冷水 过冷水 你看过了这样没 你看看 好像你遮遮掺 就没有这样没 可以掺 但是没有这样没 现在这样没咯 你看 我放这些东西下去 小过我还是 掺下去 好 我可以 椰姜 我才一起原香 我才一起原香 椰姜这种 看你煮多少 你煮多你就下豆 好 这个 蒸一下就这样没了 现在 你蒸一两个钟头 它等一下碰到很多 好 要蒸咯 还蒸不够 现在不可以用 也这样下去了 一包不够 我要下两包 两包才会比较嫩 嫩就不够嫩 好 我现在下这个 我现在下这个 好 水果米 来 來,鮮奶 下來了 要慢慢慢慢 它的湯就這樣沒了 來,不夠甜菜再加一點點 夠甜 好 一旦你又會緩一點,但你又會更香 好像家裡沒有人喝生奶 你就拿買一罐這種 這個 來放 一定要參牛奶,比較好喝 因為那種酥酥不乾都要配不配 酥酥不乾都不可以 不香 酥酥不乾太甜而已 的味道也不同 你看,變成很多顏色 像番薯那些是要放多少就自己放多少 喜歡放多少就放多少 你喜歡吃番薯多就放多一點 要滾多久了 要好耶 好耶,我是等它滾,我就關火 滾了 我現在關了 一定要滾了 好耶 我現在超過的 好耶 來,你看 我这个Burah Zaza已经完成了 已经煮好了 我去给你们看 很香很好吃 很高 已经完成了 这个Burah Zaza已经完成了 你们有兴趣 就是有时候 看了煮一点甜品 吃一下也是很好 谢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下次见 哇 看到妈妈煮的Burah Zaza 就带来好多童年的回忆 这个Burah Zaza太好吃了 记得订阅 点赞和分享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